大家好啊 继续扯扯吐红锅的闲片啊 我们前一段时间说这个习主席的妈死了 对吧 齐欣哪俩来死了 结果习主席亲自辟谣 广东省委书记亲自去看望老干部 其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叫齐欣 所以你看人家习主席那绝对是孝子啊 人类第一孝子 说起这个孝子 我觉得日本韩国这边的文化跟中国一模一样 我们中国的这个有时候痒嘛 背后痒 要搞个东西抓一抓是吧 我们叫老痒痒是吧 你知道在日本在韩国他们叫什么叫孝子 这么长一个东西戳在后面自己跟自己抓叫孝子 习主席绝对绝对老痒痒 绝对是一把高手绝对绝对是孝子 亲自辟谣自己的老妈九十多岁了不能死 没有老妈习主席不能活绝对是大小子啊 这有一句说一句啊 习近平这个人的不错的啊 我们读过圣经的知道这个摩西世界是人类的法律的全疏 是人的法的法的精神的总纲啊 其中有一条就是一定要孝顺父母 要尊重父母孝顺父母 虽然我们年轻的时候父母对我们不好 又打又骂的但是不代表你对老人家不好 是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给习主席点赞啊 你老人家是天理下第一孝子 那有些东西他不是人是吧 所以现在习主席呢有难是吧 全世界都要追讨他 美国要成立中共什么什么什么委员会要调查 日子不好过 这个时候需要一批人来为习主席转移视线 其中一个很好的途径就是要把习主席的优点 要不都轰托出来 这边有时有消息很奇怪的 前几天我们说了一个段子啊 说这个中央电视台退休的女主播 李瑞英英子是吧 江哈老师的过去的马子 都已经退休的60多岁的老人家了 说又爆出30多岁的时候 儿子死了是吧 居然还在主持节目不回去 满面红光 感觉刚好跟江主席约炮出来的 一点都没感觉到丧子之痛 这属于不像话嘛是吧 没有基本的人类的情感嘛 今天又传出一消息 也是一大名人 就是这个什么在湖南电视台 混迹了这么一辈子的这么一人 这就是美丽动人的 凉炮那才是凉炮 我其实真不凉炮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这个镜头上一坐 我有时候看我自己的照片 怎么就像凉炮 我平时真的不想一脸都不凉炮 你朋友我这个人听音乐 我喜欢崔剑 崔剑的歌里面我不是喜欢他的所谓的一无所有啊 那些个歌我不喜欢 我喜欢他的那个说唱 比如他有一首歌叫南色骨头 那就是一个好啊 是吧 就写的很好的 很好听的歌 我喜欢汪峰 汪峰的歌有点有点太稳腻 但是还还可以了 还可以 是不是 我不太喜欢那个李健老师的歌 那是凉炮歌 没什么没什么太多 也太抒情 太抒情 太优美 都不是好东西 是吧 说这个何炯 何老师 中国第一凉炮 最近出事了 亲自站出来为习主席这个转移实现 为什么呀 因为他爹过世了 何炯的年纪应该跟我小不了太多 何炯应该是60后的 不是70后 年纪不小了 都50多岁的人了 看上去长得挺嫩的啊 总像个娃娃脸 是不是啊 一点都不像 一点都不像一个奔奔奔奔溜的这么男人哈 说他爹死了 他也没请假 也不回去给他爹办丧事 说他爹感染了包子病毒 高烧不止 最后是猝死 他爹的话 应该有80岁左右吧 我的爹要活着就80多岁吗 依然主持节目 依然在镜头前面穿的花儿红啊 红二花啊 可漂亮了 依然展现他的凉袍风格 完了以后感觉到自己老爹还活着 你想想这不像话呀 这个事被爆出来了 你觉得很奇怪 是不是 就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你说何炯他也 你从英文的角度说什么呢 说他热爱工作啊 但是网上的五毛啊 各种人嘛 凭这个何炯的时候可没怎么说 说这个是猪狗不如 你的老爹辛苦了一辈子 你他妈的 他你爹都死了 你不回去去找 给你爹办丧事 你在这里主持节目 你缺钱吗 你缺的是良心 猪狗不如的东西 基本的人伦都没有 是不是 猪狗不如 你看我们习一路街 人家说他妈死了 亲自辟谣 广东省委书记亲自看习心脑人家 这才是孝子 我跟你讲啊 共产党释放出来的新闻 你要多长个心眼 你不要被共产党的新闻给骗了啊 你可以被我骗 因为我上来我就告诉你 我就做药传药 你不存在骗的问题 你可以不听 你可以不看 是不是 但是绝对不会上当 因为我上来就告诉你 我做药传药 这共产党可不是这么说的 共产党说的 他都是伟大光荣正确 真理 是吧 真相 哎呀 说何炯现在有点意思啊 有点意思 为亲自为习主席转移事件 自己脑子爹死了 不回去去办丧事 还在那里主持节目 这个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没那么简单 但是问题是我在想 何炯的致命度也就那样吧 他能怎么低呢 是不是 何炯这个小孩挺聪明的 不是小孩了啊 据说什么英语很好 还是法语很好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他是北外的一老师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辈子啊 这是在好多年前 在湖南电视台就当主持人 这么多年了都 也挺牛的 也挺牛的啊 这是讲了何炯的事情啊 说这个习主席最近呢 要通过各种演艺圈的人呢 为他转移实现 所以呢 我们也很快又看到另外一个段子 也是挺有意思的 说这个张国丽老师 张国丽老师 最近也是搞了一堆的麻烧事 说张国丽老师前一段 说他不是跑到美国了吗 是不是 说没有 还在中国啊 说张国丽老师好多小老婆 是吧 他老婆 他大老婆叫什么 叫王熙凤 哦不是不是 叫我演王熙凤的那个人 叫什么 我忘了啊 我不记得这些 演艺圈的事情 我不了解 说张国丽老师 现在有二房 有三房 有四房 张国丽老师身体有那么好吗 牛逸啊 那真是 哎呦 我很佩服这些人 真的很牛 说这两天墙内到处都在传 张国丽 这个最小的一个老婆 四房 是吧 说这个 哦不三房 三房怀孕 结果堕胎了 没保住 哭的是 晕倒在厕所 因为你没生孩子 你没有办法继承遗产呢 是不是 没办法继承家业啊 说这个 小四给他生那个私生女儿 小二呢 给他生那个儿子 说这个大老婆的也有儿子 就这个小三 第三号太太啊 没生孩子 好不容易怀孕了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张国丽 亲自种的 还是别人帮他种的 反正就夺胎了 这个事儿 搞的是很多人在说 说这个小三的命苦啊 是不是 命苦 生孩子没成功 哎呀 挺有意思的啊 所以有人一听就很聪明 说张国丽 怎么一个人 他现在也不是个人气明星 也不是怎么的怎么的 是不是 啊 说这个什么 看来近期有大新闻 需要遮掩啊 要找够分量的记齐啊 是不是 也不叫记齐 就是 都是明星们呢 你们都辛苦一下 出来为习主席转移一下实现 习主席的日子真的不好过 压泥塘矮大了 必须要 这个要舍得你们的一点节奏 一点知名度 你一点羽毛 你们那点羽毛不重要 难道你比包子里的这个名誉 还重要吗 不可能的事情 是不是 说还有一个人我也是啊 我今天专门说这些名信 说有一个女孩叫什么景田 景色的景 甜美的甜 说跟习主席有一腿 哎 这两天所有人不准讲景田的事情 说凡是说景田的一概封杀一概封号 景田是个什么人我是不了解的 我特意去搜索了一下 哎 小脸蛋啊 小圆脸 绝对不是美女的 但是长得挺挺可人的 估计是习主席爱的那一款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明信 最近突然就搞出来 就是一个一个的帮习主席站台呢 难道是因为这个小景景田同学 为习主席怀孕了吗 搞不清楚啊 网上我看了一下你搜索景田 会有一堆他与这个习主席的爱情故事 总而言之啊 我看了景田那个样子呢 的确跟彭妈妈是不同的造型啊 彭妈妈是这个红烧肉型啊 或者叫做什么大葱沾什么 沾大饼 沾闹饼 就这种风格啊 一边嚼着大葱 一边吃着山东闹饼 然后喝着那个鲜嘎嘎的那个羊肉汤 就这种感觉 但是今天呢 是属于那种什么小白菜 是吧 哎 小腰身 哎 长得挺可爱 你小鸟就是 他比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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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习主席喜欢吧 哎呀 说一期这个各路艺人 各路艺人 这其中最让我想不通的 为什么何炯也被人扒出来的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哎 搞不清楚 说这个张国立啊 有四个太太 说这个习主席还羡慕嫉妒恨 说这个人生成功 属我们家国立啊 是不是 说他当到主席了以后 也不敢公开的把自己的老婆娶回去啊 说最近有一个经济学家 提出了一个动议 说中国现在不是人口红利会消失吗 然后很多年轻人逃不到老婆吗 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建议 习主席表示认可 过去都是一夫多妻 是吧 现在呢 要反其道而行之 要一妻多夫 一个女人呢 娶好几个老公 是吧 然后几个男人 伺候一个女人 然后为中国投资 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是这么一个东西 哎 中国的事情都挺难的啊 特别无聊 特别无聊 哎 我说点严肃的啊 就是当你发现一个国家 他的家庭 处在一个崩塌的状态 家庭的单元结构 在解体的时候 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比如说共产党 来了以后 中国的这个家族文化 是吧 家族传统 被共产党搞死了 过去叫四十同堂 是吧 我们小时候都有印象 我爸老跟我说 说我们苏家 有一地主 他把所有新苏的人都照顾起来 是吧 形成一个大的家族 过去它是叫宗族社会 它肩负着一个地方的小范围的一个自治的这么一个作用 确保这个社会不会出现大面积的这个灾难 很有意思的 西方社会也是 你今天在美国的民主党 它是解体家庭 没有一个良好的家庭 都是LGBTQ 男的不像男的女的 女的不像女的 没有一个家 没有妻子 没有男女的概念 这是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崩塌的标志 所以共产党他来了以后 他把家庭破坏 所以你会看到什么何炯这种人 据说也是一个这个什么 同性恋的偏好 你个人是这个东西没问题的 我们不反对的 为什么 因为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但是这种人成为明星是有点问题的 因为他主导一个时代的价值观的导向 还有这个共产国力 你娶这么多太太 你一个一个的不给人家名分 人家就必须要跟你生孩子 也是不大好的 还是向习主席学习 你看习主席就只有一个老婆 虽然是吃在香山日在食谱 但是民意上就只有一个老婆 而且只有一个规律 不错的 我们向习主席报以崇高的致敬 谢谢